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我的任务生存这186集 我已经收拾好了我的行囊 现在朝着北方前进去玩这新的任务 哎呀我这个桃花大盗还是挺好看的对吧 顺道去看一下我的村民 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 哎呀这死的好多呀 街上的星星啊好多好多 我现在好像就只剩下一个村民了吗 哎 天呐这么多星星都快像刷柜塔了 如果多养一些村民的话 那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做刷柜塔了呢 来下一次试试看呗 前面是大海 据说大海里有火山地形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 哎很显然我想多了 一小片海域之后就是沙漠 接着又是一片海域 但是海面下好像有东西啊 哎 这奇奇怪怪的方块还挺多的 星站控制台 还能进入家的位置 但是这个地方我应该不会再来了 把它带回家 虽然不知道怎么用的 但是肯定有用 这些方块啊灯啊也带回家吧 但是我要去划矿哎 这些东西太占背包了 算了以后再说 前面就是松林了 火山什么的也不急于一时 还是先做任务吧 这个就是石头了吧 直接用手撸就可以 哎这还挺好的 小麦这是野生的小麦 打树叶掉小木棍 嘿这个不用斧子就直接能得到 感觉更轻松了是吧 接着是做石斧 还差点材料 打开背包就能直接合成最基础的工具 这对前期的冒险家来说就更方便了 但是这个尖锐的石头好像有点少啊 是地形的原因吗 煤还是跟以前一样到处都有 好了师傅 接着是砍木头 我就很好奇 这个东西它算木头吗 比树干要细很多 哎这只能算是树枝啊 好吧 这种主干上的才算 但是树枝我觉得对建筑党来说 简直就是福音啊 装修可以做的更清晰一些 比如窗户格子什么的 对吧对吧 下一个任务 制作并放置木板 建筑冷守 这是鼓励我们盖房子呢 接着就是做石盖了 你看又差尖锐的石头 为了几个石头 我连雨林都找到了 嘿嘿还真是意外之喜啊 这个地图还是第一次见雨林 哎 野果已经改成这样了吗 我的天哪 想当初那一百个水果拼盘的任务 做的我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呀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就留到现在来做了 这是棉花 我知道是可以做床的 哎这个蘑菇都变了一个颜色 啊毒蘑菇 吃了会眩晕吗 花我已经看了好几种呢 以后是不是就不用找小黑上买了 石稿完成 接着就是收集岩石块 再接着应该就是挖矿了吧 那我现在找个地方准备下矿洞吧 天快黑了 就这里了 一天过去了 发现更新的地方还真不少呢 期待以后会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加个关注 点个赞哟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